大家好,欢迎来到预事坊 咱中国人自古以来,大都很重视家庭 很多人许愿祈福的时候也经常盼着家庭美满,和和睦睦 但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如今很多家庭,尤其城市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 要是网上追溯几代,一问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的名字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答不上来 运气好有家谱的,还能翻一翻找一找 屏幕前的你家里还留着家谱吗? 你知道像这样的家谱、祖谱,它都是咋编修出来的吗? 咱中国古人修家谱,有哪些讲究呢? 其实,早在商周时期,古人就已经有把家族世系 刻在龟甲、兽谷和青铜器上的习惯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国宝级青铜器,史强盘 它的前半部分隶属从周文王到周穆王,前后七位周王的事迹 它的后半部分则讲述了西周史官,强,我们姑且叫强哥 他的家族起源,以及从一代目到六代目 都是怎么对周王室众心耿耿的 像这种早期的家谱又被叫做普蝶,形成于周代 周历上就说 小史掌邦国之志,殿世系便招募 若有誓,则召王之计会 这话的意思是,当时有种官员叫小史 专门负责理清周天子还有诸侯的事习 碰上祭祀这样的大事呢 就能据此通知相应的贵族亲戚们过来参加 所谓祭会,其实是两个概念 祭就是去世,祭了的日子 会就是名字 这也好理解 搞祭祀的要是不知道人家的祭日和名会 那不乱了套了吗 那这蝴蝶具体按啥格式边写呢 根据东汉经学家环坛推断 大概是旁行协上 旁行指子子孙孙的名会 得按辈分依此从上到下各居一格 协上则是指在上下格之间既是相连 在名会下要著名生族年月 配偶嗜好等基本信息 按照这个格式 一部蝴蝶就像不像样了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 中国最早的蝴蝶叫士本 上面记载了从上古传说的皇帝时期 到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士系 这份蝴蝶后来也成为 司马前编写史记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看过咱们天下系列第一期的观众肯定知道 这种排布方式 基本是遵照周公老先生制度设计的思路 他跟周代分封制宗法制息息相关 上至天子下至清大夫 彼此间论资牌备分割财产 那都得靠这蝴蝶 那么反过来说 当时也就是这帮士系贵族都得修族谱 这样的思路即便从战国到秦汉 天下一点零版本 月签变革 依然被故意保留了一部分 但凡在政治权力中能士席的家族 都想要把自己塑造成高贵的名门 那还有啥能比导火出一套族谱 修一修谱蝶 更能光宗耀祖的呢 比如四氏三宫 胸有地宫的汝南元氏 也就是元少元树他们家 每逢家族选拔确认下一代继承人的时候 都要举行仪式 上搞祖陵下收谱蝶 你看人家或许不需要队友 但需要祖谱和蜜江啊 喝死朕了 还不赶快去找蜜水 老原家有着爱好 后来的三国两进南北朝 尤其是从曹魏搞九品中正制以后 那一帮世周孽高位的重制 而不明氏 谁还不是个世家子弟了 像什么太原王氏 狼牙王氏 柏林崔氏 清河崔氏 隐川于氏 陈俊谢氏 范阳卢氏 行阳正氏 哪个不想从出身内部开始 就定品地 论高低 让子孙能平流进取 坐至公亲 所谓官为部状 家有谱系 官之选举 必由于部状 家之婚姻 必由于谱系 未经以来 门法士族的从政当官 教育培养 婚姻交友 乃至丧葬选坟 从出生到入土的一切 都恨不得 要跟门帝高度绑定 牢牢锁死 在他们眼里 这修普蝶 是不是就更加重要了 这一时期 普蝶从内容上 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家传 也就是给家族中的 杰出人物写个传记 说说他都做了哪些 光耀门媒的贡献 给他写下来 让后世传送 比如 尹川巡氏 也就是巡域巡忧 他们家 就有巡氏家传 前面提到的 汝南元氏 也有元氏家传 第二类是家伯 他以家传为基础 以世系为脉络 把家族里面的族人 都给串联起来 谁是爹 谁是儿子 谁是哥 谁是弟弟 都给说明一下 这尹川巡氏 就有巡氏谱 汝南元氏 就有元氏诗迹 再比如 吴郡陆氏 也就是陆君 他们家 有陆氏谱 第三类 更进一步 就是布装普蝶 也就是回到西州那种 由官方出面 把各大家族的家谱 统一汇编起来 编成一本朝廷认可的 有法律效力的 完全体普蝶 叫天下族望谱 或者百家谱 在这种核定本里面 不仅有前面说的人物传记 世代交替 记录各种名秽 字号 官决功绩 还得花大量笔墨 强调俊望和姓氏的来源 整得内窍一地道 正因为 布状普蝶 涵盖了这么多信息 又能代表官方 所以当时啊 普蝶之学 还就成了一门重点学科 比如 东晋孝武帝 曾于太原年间下令 让原外散级侍郎 甲壁之 来专门负责修谱 这甲壁之 出身 河东甲氏 董行的小伙伴 一看就知道了 他祖上也不简单的 通曲歌甲魁 西晋岳父甲冲啊 依托这份底蕴 老甲 广集众家大搜群族 搜集了天下十八周 一百一十六郡氏族的甲谱 修成七百多卷的 百家谱 圆满完成任务 从此以后 修谱这事 也就成为了 甲氏的家义 他儿子甲斐之 孙子甲冤 相继编撰 姓氏部状百家吉谱 通过修传谱蝶 帮助世界大族 维护地位 甲家 历经 东晋 南朝 宋七粮都一直保持着显赫的地位 史书称之为 官有是咒 蒲有是官 门阀经纪公司 来说一说 既然 蝴蝶这么重要 自然会有很多人 要想方设法 提高自身门底 像什么跟同性高门 攀攀亲戚 或者组团修转通谱 蹭蹭热度 比如 南朝宋的建立者 刘宇 出身并不显赫 顶多算一个次等士族 人家取东晋而代之以后 依然不得不跟世家大族合作 试图融入这个圈层 刘家在修转自家 先祖谱系的时候就说 他祖上是刘邦的弟弟 楚元王刘教 你还没法挑理 人匈奴人都可以是老刘家 后人拼杀刘狱不行 南朝政权是这样 北朝呢 不好意思 你别看北魏是先卑人建立的 但到了太武帝托巴涛这代 都嫌自己的外祖父杜报 只是魏军数族 出身不高 他在杜报死后 派来自经兆都市的杜权 来处理杜报的丧事 这杜权是个聪明人 瞄懂皇帝的意思 干脆对外宣称 杜报是自家宗亲 办完丧事以后 又顺势让经兆都市和魏军都市合足 这两家族谱就给续上了 经兆都市在北魏一朝的地位 也是稳稳当当 出过龙襄将军 阴阳将军 屏东将军 辅国将军 征兮将军 甚至众号的魏大将军 直到唐代以前 极大程度上垄断了 知识与文化传播的 世界大族 基本上都是修足谱爱好者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 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吹嘘 还是名正言顺 PUA寒门 平民人才的一种手段 但随着历史的车轮 滚滚向前 到了唐代 蜂蝶之学逐渐降级 我们之前讲过 李世民曾令高世联等人 广搜天下蜂蝶 重新以官方名义 给门阀士族们 论资排班 结果 高世联编修的 第一版士族制 还是把那些远夜衣冠 排得比皇族 李家地位还高 李世民表示 我承认这些家族很强 但我天侧府 人才积极 大唐军队 声威赫赫 我真不知道 这些不听话的家族 还能怎么玩 他提出 重述经朝冠冕 不论前代以前 只取今日官品 人才做等级的方针 说白了 就是要抑制 不肯合作的旧世俗 抬高能统战的新世俗 后来 天皇李治 延续了他爹的思路 险青四年 他将被列入 官修普蝶的条件 下调为 无凭以上的官吏 皆可 无论你是寒门世子 还是新兴的树族地主 无论出身科举 还是军工 都能通过 官修普蝶族谱的形式 改善政治地位 这种推恩令级别的 阳谋一出 奥特曼里想反对 就是拦着new money上进 贤命长啊 在这种趋势下 再加上 中晚唐道五代 连番战乱 取士不问家事 婚姻不问法月 成为了政治新常态 坏消息是 保留了大量 历史信息的 普蝶之书 大都随着战火 荡然无存 好消息是 随着旧时 王写堂前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到了宋代 知识和文化的传播 让更多人 拥有了书写 自家历史的机会 当越来越多 数族甚至平民子弟 能通过科举知识 改变命运 他们也会 一样画葫芦 学着编修家谱 实现更大范围的 家谱自由 这其中 也有些人不太愿意 比如 苏氏他爹苏荀发现 由贱而贵者 耻言其先 由贫而负者 不露其祖 说白了 大家穷困潦倒时 都没那闲工夫 给先祖立传 真写出来 恐怕也只是 一把心酸泪 但对大多数通过科举上位的 新兴地主来说 这家谱 族谱 是不编也得编 因为 这种新地主 不像当年的世家大族 能靠血脉压制 搞垄断 现在 只要一两代没出 能考上明经近时的人才 一大帮没出五福的子孙 再来分个财产 分个价 基本完犊子了 用横曲先生张载的话说 经 昼德复归者 只能为三子十年之计 造宅一区及其所有 既死则 正子分裂 位己荡尽 则家随不存 所以 怎么培养家族文化 加强家族凝聚力呢 那不还得是修家谱吗 比如 欧阳修 他就强调 自己修谱的目的是让子孙们 能够继承家传美德 弘扬祖宗的优良品德 再比如苏巡 他声明 自己制作苏式族谱 是为了让本世同根生的族众们 以后不要忘了彼此形同陌路 其他的宋儒们也是有样学样纷纷跟进 这种基于科举制的家族文化道具 一直绵延到明清 新式家谱在内容上 除了基本的谱系 谱图 传记 他还有一些新东西 第一 谱序 也就是讲讲族性的起源 宗族的迁徙 祖宗的官运和德行 然后提纲切领说明咱家族谱的编修续修情况 说明编修意义和宗族之意 类似于火之意志加强版 第二 仕谱 要是有族人当了官 那在当时可了不得得专门列出来 要是某些家族当官的人多 还可以分档次 凭本是考上进士的排最高 屡试不地被上面开恩特批的赐之 凭长辈恩应得官的再往后烧烧 这叫以进士标其手特奏赐之 世上又赐之 第三 意文 如果家族理谁的文采好 或者哪位拿到了朝廷官府颁发的赵玉家奖 按当时封上都得写进族谱 第四 规矩 一般是家训 家界 宗族规约等 人为的设置一些家族管理制度 第五 祖产 一般是祠堂 坟营 艺庄等公共设施 明确共同维护的责任 从这些设计可以看出 虽然宋朝以后的新式家谱也有夸耀的成分 但更侧重向内 静宗收族 和和足重 用宋代文人李时的话说 是家有谱 所以别生分类 以住不忘 飞玉香花 以门地也 因为这种设计 生根于农根家族 生长于科举制度 所以 随着人口规模逐步变大 科举制度不断强化 书籍印刷数量增加 在明清两朝 各地编修家谱祖谱的习惯勃生法 毕竟 完全意义上的司法下乡 得到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在古代社会 但凡家族规模大一些 需要组织管理 家训 家规 宗族规约等文本就有其土壤 清代浅阳无视宗谱上的说法 比较高情商 普列家睁 家理 庭讯 立宗法 实身 国法也 同样重要的 还有财产 有些家族可能真没啥头面人物 但多少 都有些 宫田 祠堂 祖产 要是没有明文记录 往往会发生纠纷 所以 哪怕是为了钱 这家谱也得修 而且还得每隔三十年 或三代人就修一次 更讲究点 要十年一会搞 三十年一小修 六十年一大修 这有补充的 就也有被删减的 比如 犯罪的 疯癫的 叛逆的 都有可能被削去 普名 字面意义上的 离谱 但真正离谱的是 除了个别官宦人家的 才女 或者所谓的 劫富猎女 其余大多数 古代女性 很难在当时的家谱 和祖谱中 留下名字 现在 当我们回看 从先寝到魏晋 从隋唐到明清 中国历史上的家谱 经历了数次革新 但它再怎么变 也都是农耕时代 大家族的产物 伴随着历史的 天空风云变幻 生产力水平提高 生产关系变革 文化知识传播 信息 媒介增多 曾经独属于 王侯将相 十佳大作 祖谱 渐渐隐没 现如今的我们 或许已经很少 保有曾经的家谱 但我们每天写下的文字 留下的声音 拍摄的画面 与此刻的视频 都在记录 和传承着 我们新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